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大家对这样的结局是否满意呢 虽然过程中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但万幸的是 这个世界的崩坏终于被彻底打败了 要是按照大家熟悉的说法来讲的话 那就是没有三周目了 我的编剧工作到这里也告一段落了 当然 大家不必担心 就算没有我 另一些故事也会启程 巴比伦那片土地就算没有崩坏这样的宿敌 那群闹腾的神格们也总是会搞出些新花样 更不用提那来自异次元的神秘因果律力量 联动 各大学院的同学们肯定也会因此闲不下来的 总之就是 林姨娘又一次毕业了 上一次毕业还是首席客服娘的时候呢 我猜编剧毕业也不会有什么差别吧 而且我的一线情报云的身份还在呢 新版本有哪些好玩的内容 我还是会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啦 哎呀 不过像现在这样 作为虚拟主播活动的计划也不会有了 毕业精 我一直以来总在视频里夹带死活 给大家悄悄举痛 现在失去了核心竞争力 又没有商单级 节目的播放量没救了 再说 学费什么的可比奶粉钱夸张多了 唉 另行出路吧 那么大家 林姨娘 告辞 inference 发问 去 认识 给